我们家以前没有通工屋的时候就开的 我们自己配一点东西回来卖 那个时候我们的早货店只有拉萨啤酒 北京方便面 就这最多有五样 墨托 藏语的意思为隐秘的莲花 这片被喜马拉雅山脉东端 念清唐古拉山脉南端 和横断山脉西端包围的高原孤岛 自古就交通阻塞 物资齐缺 2013年10月31号 全长117公里的墨托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墨托成为中国最后一个通工路的县 在没有通车之前 着马曲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吊脚楼下泥泞的道路 以及三四十公里外遥远的县城 我记得是我姐我们两个早上 天蒙蒙亮起来从这边出发 还打电筒 到县城都七八点了 到了县城都天黑了 到了一到县城我们就赶紧进货 又明天早上每天两天又开始出发 这样子才到家一天 复杂的地形以及从7782米到800余米的巨大海拔落差 使墨托同时拥有热带 亚热带 温带及寒带并存的立体气候带 复杂的地形也给修路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公路没有打通之前 背俘们翻越重重大山 成为摩托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 那个时候摆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用的中的是盐巴 盐巴摆的时候太重了 我们乳呀油呀都要藏着那边还过来 就这样摆过来的 摆中的时候是只要四天翻山 轻一点的话三天就翻得来 以前是没有新的房子 运不了那些材料那些嘛 我也去过一次这个拍幕方向 当初是一个物资运输 我背了五十斤 走了四天四夜才回到咱们这个村里面 当初呢在这个背负过程中呢我都哭了 那时候我们那个邮电员去送邮件是非常辛苦的 经常在路上遇到泥石流塌方 10月31号摩托公路正式建成通车十周年 如今的莲花秘境向世人敞开了大门 自今年3月16号摩托取消景区门票以来 近35万人次游客前来摩托欣赏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 当地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4亿元 摩托的茶叶热带水果 造石石锅竹边养赌军等通过更多的支线销往外界 公路给摩托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 如今琢磨取宗在政府的帮助下开启了民宿 村子里开启了茶叶加工厂 带动了一大批村民增收和就业 我们这个民宿是去年3月份开始开业 今年子生也特别好 特别是就是小孩们放暑假的时候最好 我的话餐厅为主只有两间房 所以网上都不敢开 网上开始开来就是一直都是满的状态 之前的话在酒店打工嘛 现在车路也通了条件也好了 有了这个店就可以过来上班 也可以一边可以照顾自己的父母 一边可以在这里上班 感觉挺幸福的 一条路连接过去与未来 也将曾经的莲花秘境与世界相连 路慢慢的修通了 完了一会儿老百姓也是越来越会网购了 现在一般家用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网购 这段时间我们邮政进来的那个统计了一下 最多的时候邮件会有1500件左右 出口的邮件最多的时候是200件 最少的时候也会五六十件 老百姓现在记得最多的是摩托线的造石石锅 还有乌木筷子红米这还有柚子柠檬啊等等等等有很多 我是2020年毕业的 然后选择回到家乡摩托创业 然后我是创业的是水果种植 我们进水果果苗还有那个用于水果种植的过程中的那种东西啊 都是从物流拿过来的 然后又快又便宜 目前在那个德新乡德新村种植了有23亩左右的火龙果 百香果凤梨等其他水果 明年计划带货 我们没有拿摩托之前就感觉这边公路可能会有点危险 然后这边有点偏远 但是当我们走进这片土地就发现公路其实挺安全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能把这些公路修得那么好 真的太不容易 我就觉得这一趟特别值得